为了鼓励喜欢电竞游戏的青少年适度的参与以及培养与社群交流的机会 新电少年福利服务中心暑假期间与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合作 举办了特战英豪电竞比赛 选手们场上较劲竞争相当激烈 电竞产业近年来在台湾蓬勃发展 许多青少年更以电竞选手为指挨目标 为了鼓励喜欢电竞游戏的青少年 适度的参与以及培养与社群交流的机会 新电少年福利服务中心暑假期间与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合作 举办了相当受青少年朋友喜爱的特战英豪电竞游戏比赛 开幕典礼上新北市议员黄新华亲自到场给予选手交打气 而新少中心主任郑振寿也特别感谢威刚科技赞助比赛奖品 孩子在暑假期间很喜欢玩动作型的网路游戏 尤其是特战英豪 所以我们今天也选了一个特战英豪的系统 网路系统来跟他们一起 大家一起玩 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孩子们很踊跃地报名 也为了那个奖品 很认真的努力去奋战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表示 青少年图书馆打造电竞馆 提供整业设备 就是希望带给喜爱电竞的朋友 一个正当的休闲娱乐场地 因此很高兴能够与新少年合作 举办电竞比赛 电竞馆其实原本就是为了 就是符合我们现在青年 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喜好 因为不管是手游啊 或是电竞游戏 其实是在他们生活当中 是一个不后缺的一部分 那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觉得 电竞可能是一个比较 对电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些印象 但实际上它其实就是一个 新形态的游戏的方式 为了筹划这次的电竞比赛 新少年中心多位实习生 也投入相当多心力与时间 规划及联系 杜明荣说希望这次的电竞比赛 能够帮助青少年有更多元的发展 我希望他们可以有跟同侪 有良性竞争的真相经验 然后可以更加认同自己的兴趣 很好玩 然后有很多丰盛的奖品 然后也能知道团队的合作有多重要 新少中心指出 电竞可以培养孩子团结沟通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未来将持续借由提供正向场所 帮助青少年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兴趣及目标 记者身边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我希望你们的直言 键 何